七夜夜裡三夜晚前又傳出中國海警船 不斷以探照燈干擾 步步逼近澎湖漁船 還廣播恐嚇我國漁民不要命了 海巡緊急出勤巡迴 空的空的還是空的 其他漁船聽聞消息後捕魚先放一邊 人船趕快回來避風頭 三夜晚間八點多海巡署接獲報案 一艘龍捷滿漁船在澎湖馬公西北方60里處 遭不明中國海警船用探照燈干擾 並且逐漸靠近 海巡署也立即派出船艇 最後在八點五十分 龍捷滿漁船已經離開現場 沒有再被追逐 目前是小管生產期 但漁民們現在出海都不敢跑太遠 因為二號晚間澎湖漁船大紀滿八十八號遭中方強壓帶走 至今人還沒回來 當地居民也不敢跟船長八十幾歲的老母親 說得太仔細就怕身體承受不住 大紀滿八十八號才發生不久 事隔一天又發生驅離事件 漁民人心惶惶 生怕成為下一艘被扣留的漁船 三天新聞 萬二零七月報道 萬二零七月報道